海面上遠遠望去 有好幾艘船 很熱鬧喔 大家在幹嘛 滿滿都是船 金門外海的捕魚盛況 就像是菜市場一樣熱鬧 不只白天停滿漁船 晚上也可以在海上看到微弱燈光 為的就是這些黃魚 一條條金黃色的黃魚非常漂亮 價值也跟它的顏色一樣 相當值錢 它價格有差嗎 價格差很大 雖然也有養殖的黃魚 但口感味道還是跟野生的有點不同 價格也有差 尤其在中國大陸 野生黃魚一斤價格大約台幣八千元 一尾都會超過幾萬元 因此在地人不只捕來自己吃 更多的是直接拿來賣錢賺外塊 釣黃魚也成了金門的全民運動 對岸大陸的漁民也強著出海釣到它 所以這些漁民通常都是透過這種海上貿易 就是說透過這種灰色地帶在海上 做這樣的一個交易行為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兩岸能夠展開 溝通跟建制一個平臺 避免讓這種地下貿易的這種行為 可能產生一些誤會 漁民冒著生命危險 甚至可能會成為兩岸焦點事件 卻都還是照樣出船 三月兩名男子搭乘波特船 迷航漂流到中國大陸 也是因為出海釣魚 其中一名胡信釣客因為軍人的身份 已經滯留了兩個月 14號金防部表示 胡信中士透過家屬主動申請退伍 已經生效 儘管已經沒了軍人身份 但目前陸方還是沒有進展 家屬仍然選擇一顆心 期盼他能盡早回台